在日常生活中,猫有很多种叫声 不同的叫声代表不同的意思 母猫换小猫时发出比较轻微的咕噜声 像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猫 它们的眼睛、耳朵都没有完全发育 嗅觉、视觉都不敏感 只能对一些柔和的声音做出反应 因此母猫换小猫时就比较温柔 当母猫发出轻微的咕噜声时 小猫就知道是妈妈在叫它们了 跟着声音就会慢慢往母猫身上爬去 母猫的互载性比较高 一般不愿意让陌生人碰小猫 所以在触碰小猫时 一定要先跟母猫打好关系 母猫在小猫时会需要很大的精力 同时能量也消耗得快 因此在这个阶段一定要给母猫增加营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